行政院袁拟推出振兴五倍券 民进党内意见分歧 行政院长苏贞昌 昨天亲自跟令院党团干部沟通 现在拍板确定了不发现金 但是袁拟要扩大免付1000元 兑换振兴券的适用对象 除了原本的弱势族群之外 今年领纾困4.0补助的民众 也渴望纳入 预计将会有900万人 全台将近半数的民众 都可以免费领到振兴券 但是现在党内立委 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应该要全民适用 行政院长苏贞昌 下个礼拜一将会跟 全体律委开会讨论之后 再度决定 行政院长苏贞昌 邀请民进党团干部 和资深律委们入院开会 针对振兴五倍券政策 提出再精进方案 要让更多民众不必掏钱换劝 党团内部的确有多元的声音 那的确希望这个1000块 全部由政府来出 这个声音是存在的 那我们希望在定案之前 还有很多可以沟通的机会 大家找到最大的共识 昨天只是一个初步的意见交换 那所谓900万的部分 是在会议中有提出来 但是应该还没有成为 一个正式的一个结论 五倍券方案 原本要比较去年三倍券 照顾109万弱势族群 由政府先回1000块钱 让他们兑换五倍券 现在苏院长再抛出提议 要让这回有领到 纾困4.0的民众 总共900万人 都不用拿1000换5000 等于全台近半数民众 都可以免费领到振兴券 如果全部都可以 不缴1000块 就直接发5000块 其实也是个好点子 那我也希望说行政院 也可以做考量 苏院长所讲的应该是 这个部分 他们已经先做一些 事前的准备工作 否则说真的我们反伪 如果振兴券的反伪 是要好几道的关卡 所以这个如果没有预先 来做准备的话 是来不及的 他的意思是如此 由于行政院五倍券 版型都已经做好 等同不发现金 推五倍券 政策已定 但对于免掏签员名单 是否扩及全民 执政党内仍有不同意见 苏院长夏周一 还要跟所有党级立委开会 讨论配套措施 预计最快10月初 就会让民众拿到五倍券 开始振兴经济 记者林先生高纪要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